哈喽,欢迎回到Vtalk 今天超级特别的一天 就是我请到了一个我的好朋友 同时他是东区最正的一个CEO 欢迎张佳佳,Vicky 耶,哈喽 哈喽哈喽 我先稍微帮Vicky介绍一下 小小的几个小头衔 他是真的是我认识最正的一个CEO 这么正看不出来是CEO吧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他是新美研国际医美诊所的创办人 在东区那边 然后我们常常去 然后他给我们很多很多 医美的一些建议 今天才可以大概长得差不多是这样 再来就是上海亚伯国际医美 高级定制中心的董事 那再来就是Going Nighting的 购时尚品牌代言人兼创办人 为什么今天我想要来访问一下他 因为他真的是我看过最努力 然后在生活啊 然后就是各方面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女神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要问他说 究竟他的人生的这个历程 是怎么走过的 我真的一开始我想问哦 我就说 这个我有看到你之前有个报道 对就是你有讲到说 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没有绝对的yes 但你没有开口 绝对是no 没错 这句话是哪来的 这句话是我看了一本 我觉得值得推荐的一本好书 就是现在的特斯拉的创办人的母亲 我知道他妈妈 对 Mia Musk 对 所以他给你的启发就是 反正你就是极力争取自己想要的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如果你 你往往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有开口 你真的永远都没有机会 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机会在等你 哇 讲得太好了 嗯 真的欸 对啊 你真的很酷欸 我想要知道是说 那从小你的个性是大概就这样吗 然后我相信你的爸妈应该有给你很多 很好的观念 是吗 我的个性从小其实就是活活的 就是比较外向的 然后喜欢分享 然后喜欢交朋友 对 然后可是呢 在我20岁到国外去的时候 我的个性大转变 然后我也觉得因为那个大转变 帮助我在未来的工作职场 还有我的人际关系 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普遍台湾的教育有分是放纵型的 那有一种是他把你列得好好的 因为我们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都是要使儿童 爸爸妈妈其实都是 呃 呃 毛鱼工作 那我觉得我的个性可能是 因为我包括是公务员的关系 我个性可能是比较保守 个性虽然我是活泼 可是我内心是保守的 因为我是会那种 做完功课才出去玩 我不是那种丢着功课 然后我就到处去玩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定是把我自己份内的事情 全部做好之后 我才会去玩 对 天哪 从小就是这种个性 对 其实我看你很 就是很按部就班 就是 就是看到你的生活 会 会大家向往 是说你 你把所有事情都handle的很好 几乎没有失控 失控的时候 对不对 就要说到 我到国外去 求学的时候的 为什么会 个性会变成 自己更自律 很多事情就是会按部就班 对 对 那我那时候求学的原因 为什么会变成个性 变得比较会更自律 因为你技术在别人的家里 对 对 那从 对 你很多东西 你不好意思说 你不敢说 对 对 你要必须要 放在内心里面 嗯 然后很多事情 你要自己去完成 跟以前在家里 是不一样的 大家帮你做好好的 对 爸妈帮你做好好的 所以很多事情 就必须要自己来完成 对 Vicky那时候 所以你在海外的时间 你有在LA 就是学一些造型啊 关于美的啊 对不对 是 嗯 那个时间 你觉得带给你 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我觉得在国外求学 那种艺术嘛 嗯 这种造型 还算是艺术 是 那它就是很open 就是让你有很多 发挥的空间 比如说我的功课 就是一瓶可热 一包卫生纸 那你就会每天想说 我这卫生纸 要怎么帮一个 一个model做造型 嗯 你就会去很 继续去创造 继续去想象 对 所以 很多东西都是无限可能 真的 其实 身边的一个小小东西 比如说是 洗碗的那个 菜瓜布 对菜瓜布啊 其实 老师也会出题啊 菜瓜布 我最记得就是那个 那个卫生纸 卫生纸很酷耶 真的很酷 然后 你怎么样帮你的model 然后考试 怎么样帮你model做造型 就其实 其实 应该在你的观念里面 就是 台湾本来就应该要是 这种教育 对不对 而不是框架 就是国外给的 是更 是更open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 极限 对 应该说潜力 对 可是因为 台湾的教育 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限制住说 一百亿眼 对 对 就是可能比较克制化 说克制化好了 就是比较克制化 然后在国外的话 像学艺术的话 就是太让你的那个 可以发挥你的潜力 然后让你去看到 更多不同的东西 对 对 完全就是打开视野了 完全 对 太酷了 OK 好 所以其实真的在国外 那时候学到很多 然后后来我看 我知道后来 你就到中国去发展了 对不对 对我到上海 对 你上海 你创办了这一个 其实我看到那照片 我觉得超美的 它整个空间 那个空间也是你自己想的吗 我上海刚去的时候 是十几年前 那时候在上海四南公馆 它是周恩来的故居 那里面的一栋别墅 那时候基本上 我那时候是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就提到 我刚刚讲的 我的求学 还有我的个性 刚好这两个加起来 对 第一 我的学会了 我的社交 对 然后再就是我做事的 是按部就班 有规律的 所以因此我在上海 创业的时候 我的股东非常相信我 对 对 那也这个 这个真的就是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你可以天上 掉下来这么多好运 然后这个 为什么他们要找你 因为你只是一个 那时候我在台湾 就是一个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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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人家化妆的老师 或是在别的诊所打工而已 为什么有这么好机运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 不要忽略身边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 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人 或是你觉得 真的真的 因为 因为我 刚才讲过 因为我本来就是很热心 那那时候 我会 为什么有机会到上海 我要想说 分享这一段 就是 因为那时候 我就是一个朋友 他从北京来 对 然后呢 他就是 都觉得 我好像很会打理自己 然后形象也挺好的 所以就 聊得很开心之余 然后后来知道我做医美 他就跟着我 一起去做医美 然后殊不知 这个人是 国内的大官 那是谁 我就不方便说 Oh my God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是很乐于分享美 因而我有这个机遇 到上海 从北京 然后又到上海去发展 然后我的投资方 就是我的股东 都非常好 完全信任我跟相信我 本来其实他们 那时候他们是觉得 台湾人 那时候台湾人在大陆人眼中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 台湾人不太靠谱 可是这种 真的真的 那他们口中讲 他说 可是我们合作之后 他说他这辈子 唯一会合作就是我 张佳佳 真的真的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很感动 对 我觉得 就是一个 尤其你资深前往 对一个人 你这么勇敢 你当时家人也都在台湾 对不对 对 哇 真的很酷 所以 就是你的这份勇气啊 他们看到了 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 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能问爸妈 因为爸妈都会怕女人 担心女人 那时候年纪也不小了耶 三十多岁了 怕女人说 哎呀你去那边还没嫁啊 然后那边危险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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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你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问你最亲近的人 因为亲近的人会怕你受伤 对 你永远在保护之下 你就没有永远知道你的 你的潜力是无限可能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我自己 真的真的 因为我是三十五岁才创业 已经是非常晚了 嗯 对 所以 呃 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觉得 你只能问一个你最信任的人 然后这个人必须比你能力好 哇 比你资深 比你有能力 哇 我真的觉得 这个这个很受用 好 那我下一个问到的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个人超好奇的 因为 呃 你尤其就在做美的东西 你都在每天都在沟通 然后你的对象全部都是女生 嗯 大家众所皆知 谁最难搞 就是女生最难搞 没错 这一点你是怎么 你怎么做到的 其实很简单 嗯 嘴巴 腰 B姐 啊 嘴巴绝对不能去乱讲话 哇 OK 就是A跟你讲B的事 B跟你讲C的事 然后这样一直喘喘 绝对不行 嗯 就是你要当一个 很会守 就是守秘秘的人 守秘秘的人 这些秘密都是在我的脑海中 所以很多女生喜欢跟我聊天 因为 他们知道我口风非常紧 绝对不会去乱讲话 因为 世界很小 圈子就这么大 不管上海台湾 圈子就这么大 对 对 而且我觉得 在Vicky身上 我可以看到一个是 呃 我觉得现代的女生当中 比较难得 就是 你拥有一个 就是 仙女般 女神般的外表 但是你的个性 我说 说实在话 如果把 你的外表抽掉 其实你个性是 是大嘞嘞的 是 是 是男 男孩气 没错 真的 其实我真的很大嘞嘞 我觉得自己 她太man了 真的 但就是这一股 这一股气息 会让很多 比较有防备的女生 会卸下那个防备 嗯 她会觉得说 跟Vicky聊天 很舒服 很自在 然后 觉得你是一个 不会有心机的人 我觉得重点是心机 嗯 其实说真的 有一句成语 也很好 日久见人心 对 对 所以为什么说 呃 我可以就是 在这个女生的行业中 打滚这么久 真的 对 超强的 我觉得就是当自己 然后 你尽自己有可能的 去分享给大家 对 不偿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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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是不偿识 很重要 好 我们回到就是说 教育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 我们的频道 主要就是教育 生活学嘛 所以刚刚我们聊到 这么多Vicky的 这个过往啊 她学 她的学习历程 那就 你个人认为 你觉得 现在的小孩子 包括 呃 从幼稚园开始 到国中国小 甚至到大学 嗯 台湾最大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我大学毕业了 可能很多人 都不会像你一样 知道说 他要到LA去 呃 学造型 学艺术 学art 学什么 那怎么办 你认为现在小孩子 他要怎么去 去找到他自己 那父母亲应该要给的 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小朋友要找到自己的话 其实跟他的父母 原生家庭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 像我的妈妈每天在化妆 所以我知道 我就呃 潜移默化 耳濡目染 我就觉得 哇 我需要美 所以我觉得跟原生家庭 还有呃 就是 父母给什么样的教育 这真的很大的重要 是 对 对 还有就是 念的学校 哦 对 如果你是在国际学校 就刚才我讲的 就是国外式的教育 对 我们现在台湾 有很多这样子好的教育体系 所以就让大家去选择嘛 对 呃 再来我想要问一个 比较是 大家都也想要知道 创业这个东西 刚刚说35岁开始创业 对 超猛的 35要承担很多事情 嗯哼 诶 那我想问 新美颜是呃 比较后期到台湾的 对不对 对 大概三年多而已 三年多 嗯哼 然后 一样就是Vicky有讲一些 很厉害的一些名言 然后我都呃 就是我们都会放放到下面去 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说 没有人会让你输 除非你不想赢 没错 这句话很酷欸 对 对 对 一直在坚持在你的信念里面 没错 对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输就是家常便饭 然后就怨天尤人 然后怨父母 怨配偶 对 怨朋友 怨朋友 反正一堆 对 那我觉得这种人 就是 就是比较负面 对 可是你又不能是 一味的冲动 有勇无谋 对 你还是要 有计划的 那其实 失败多次以后 如果你还是保持 原有的正能量 那我觉得 你就有机会赢呢 所以就符合这句话 这句话 我觉得超棒的 嗯哼 对 我这句话 我以后要把它刻在 刻在我的心里 好 所以 好 那当初 这个 医美 我觉得它是很高门槛 而且是很竞争 那 你当时 呃台北 台北的这个 在东区的新美颜 当时你是怎么设定的 其实当时我回来台湾之后 那 我觉得 我还有这么多客户 找我做医美 对 对 就是因为太多客户 找我做医美了 然后那时候 我就是介绍给我的 一些好朋友医生们 对 那我就觉得 其实那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这个 又是我自己的 兴趣喜好 又喜欢跟女生聊天 对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三天的时间 就把医美开了 三天 对 因为刚好 我觉得老天爷 老天爷的帮忙 对 因缘忌讳下 然后医生介绍我一家诊所 很不错 对 然后我三天就决定了 所以我就开了新美颜了 就三天 太猛 太猛 我必须跟大家 在这边线上说 他们家的医生 是精挑戏讯 我不是真的 在打广告或什么 因为我是 真的在那边 有一阵子 几乎常常去 然后 你们家医生 真的很专业 就是 我记得还有一个 就是长得特别帅 我知道我知道 你是不是哪位医生 我老公在这 对 所以有挑过吗 你们家医生 有在挑 我觉得哦 这是磁场 你是什么样子 你就会吸引什么样子 真的 而且我吸引来的 我们诊所 真的都是帅哥医生 真的真的 而且不但帅 然后脾气好 然后 技术更是不在话下 技术不在话下 而且好 有时候 他们还会偷偷说 诶我再送你一两发 老板在这 OK 好 所以 真的耶 那 还有一个 我也是超好奇 就是 我发现你们家有 很 很特别的一些 行销的手法 所以就会有 很多 络绎不绝的客户 就这些 这些idea是怎么想的 在这么 疯狂的竞争下 对 然后我觉得 都 觉得真的 现在要战胜的 就是服务 真的就服务 好 其实真好 当然每家强调的 都是服务 对 可是我们家服务 我就我们家的 咨询师 对 我们都会特别培训 嗯 然后再就是 他们正是用心 在经营他的 呃 所有客人 对 真的真的 对 所以我 其实我每一次去啊 我都会觉得 很像回到家里 一样亲戚 因为 我知道大家女生 去太多email了 有一些是 很制式化的 就说一板一眼 就是 呃我也不跟你 多social或什么 那有一些又太 就是你就知道 他很想要急着 卖你东西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 西美言 他让我觉得舒服 是 呃 是真的 有在看说 你有什么需要 嗯 我记得你们家 咨询师 因为我就 比如说常常听 什么说 哎那个 哎有什么 有什么 他就说 其实你不太需要 这个东西 嗯 他或是他建议说 你可以先从一个 基本的 啊 开始慢慢 建立起来 嗯哼 对 对 所以那一般 进去到 你们的这个 训练 大概要多久 时间可以当一个 咨询师 这样理论上 大概是二到三个月 哇 对 那因为所有东西 所有的品项 你要了解得很清楚 对 嗯 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 呃 是不能见客人的 哦 因为每一个客人 都是很尊贵的 哇 你要知道一进来 我就不会让他再出去了 哇 天哪 竟然要那么久 嗯 哇 那我 我真的是 我蛮佩服的 而且 我还发现到一个 就是 很特色是 你们的咨询师 都有医疗相关的背景 嗯 护士 对 对对对对对 对 因为我个人 我没有很怕抽鞋 但我有个同事 极度怕 就是 关于 任何的针 插到他的手 然后他爱上你们家 就是说 你们的那个咨询师 他就是有 护理的背景 哦 他是护理师 对 然后他说他 他全世界 各个地方 就是抽鞋 就是你们家 最不同 哦 真的哦 谢谢 谢谢 下次 下次 请他来那个 现身说法一下 OK 好 那再来 我再问一个 就是说 呃 这个就比较符合 你现在的 一个 就是整个职位 就是说 第一 你同时要 伸件这么多事情 你要当执行长 而且 而且 如果大家有经过 中校动物 就是 顺程的那一条 哦 顶好面子 对面 有一个超大 萤幕的看板 嗯 你是一个 活广告 一个这么大的model 谢谢 谢谢 那 这个要 你要怎么去 你要这个 这个维持的信念 是什么 这么累 其实 维持的信念 就是因为够爱漂亮 我觉得 你会进一美 就是你够爱漂亮 还有是 打重新的爱漂亮 才会来做 我是真的 从小就很爱漂亮 从小 你看我 我自己 做了 那个 电波拉皮 做了13年 对 没有一个人会像我这样做 这么年轻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要保养 可是我不知道 我就是 这个骨子里就是爱漂亮 对 就是非常爱漂亮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你们没有亲眼看到Vicky的皮肤 就是 有些 有些 呃 怎么讲 就是 真的 肤况是不好 可是我近看你 你没有毛细孔 哎 哈哈 啊 谢谢 真的是毛细孔比较小一点 对 对 你真的是没有毛细孔 哎 嗯 这太 这太厉害了 好 我们待会才会讲到 大家比较想要知道 保养那一块 我们还是 还是在这个创业 创业这边 好 所以我们刚刚说 呃 所有人 所有的员工 他带员工 那 我 这点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就是说 你跟你的下属 嗯 跟你的员工之间 你们是怎么培养感情的 其实就是 就是很自然的 就培养感情啊 就是用你真信心啊 对 你没有去任何的伪装 对 然后我就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对 然后就是 呃 我觉得 有什么 我知道的 我就分享给大家 嗯 然后我觉得 就是要让员工赚到钱 这是很重要的 哇 这句话 这句话 大家老板听到 哈哈 真的 因为我觉得 因为 医美的 医美的那个 就是医美的诊所的 都是女生的客人 那 就是她 不是刚需 对 对 她不是刚需 然后她也会因为价格变新 嗯 那为什么我们的价格 维持在一个水平上面 嗯 可是我的 呃 我的 呃 客人或朋友都没有变新 真的 那就是因为在于服务 跟我们真的是真心的 所以我才有办法再回来在台湾 再做医美 哇 我已经离开台湾十年了 这一段解释 我就完全懂了 因为 因为医美她是 她真的是彼此信任 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她能够 呃 把自己的身体交给 交给你 呃 信任 信任你们这个体系 信任你们公司 嗯 对 所以很难得 而且 我每一次去的那个感觉就是 呃 真的是大家都很从容 嗯 然后大家很像 一个 很开心的一个family的一个家庭 然后大家都是开开心心 就是 谈笑风生 对 我们还蛮活泼的 大家相处都非常融洽 你们家的医生也蛮会聊的 所以 上一次我在做那个的时候 我已经痛得要命 然后你们 你们一家 就是感觉很像一家子 然后就一个 一个摸我的手 然后医生也在跟我聊天 然后那个另外又说 你还OK 就 哈哈 让大家觉得很安心啊 对 对对对 所以每一个客户都是这样子吗 嗯 我觉得 每一个客户 我希望我的员工 他们都是可以 把他当作是 朋友 嗯 或是 对 来这样 就是 服务一定要亲切 因为现在就是 很简单 呃 你男朋友爱不爱你 你知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不太知道 真的吗 那 不是 因为我觉得人家对你好不好 男朋友爱不爱你 老公爱不爱你 应该自己都知道吧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们的呃员工 是不是真心 客人会感受得到 真的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因为客人可以感受到 我们真的是真心的 对 所以 很多客人不会因为价格而 变心 对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真心 对 真的很棒 好 那最后一个 我自己私人问的啦 我觉得 我觉得Vicky太可爱了 你 你现在 就是做这么久 这真的是 八卦 八卦类 就是 你有没有遇到 职场上 应该很多人 会偷偷的追求 有没有人 真的很多欸 没有啊 这个 这个真的是真的 可是重点是女生 亲爱的 我的客户全都是女生 现在多元社会了 现在整个 都是多元成家了 对 因为我觉得你的魅力 真的不是在于说 只是 只是 这个 这个躯壳而已 当然躯壳就已经很迷人 那包括说你的个性 然后你的社交能力 对 怎么办 你常常这样 这样出去 这个 这个花花草草 这么多怎么办 亲爱的 说真的哦 我真的是女神收割机 女生 对 女神 对 女王收割机 可是是男生绝缘体 真的 所以我非常适合 非常非常适合 做美 这个美的这一块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特别吸引女生 男生就是 尽我而远之 哦天哪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 因为我相信 有一些男生 他会觉得你太 就是你 你已经 那个level在这了 这个 这个大家都这么讲的时候 我觉得当就是一个 在夸奖我好了 虽然这个 这个 就是在安慰我的 可是我觉得OK 因为我做的是 女生的事业 我觉得能把女生 就是这个事业做得好 也是 最大最大的一个兴趣 跟最大的爱好 哇 应该这么讲 男生的话 其实 真的就是 我觉得男生的话 当然现在有爱美的啦 可是我 我很有男生缘 可是都是gay 真的都是gay 我真的想要说 我还有gay的缘 我真的想要说 因为他们 看到 看到你对自己的 这个保养的坚持 嗯 其实跟他们很像 因为 因为蛮多 蛮多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同志朋友们 对自己超级要求的 对 我很有同志语言哦 真的 超有同志语言 所以 那除了 现在你们公司的 这些项目 就是不管男生女生 都是可以去做的 对不对 对 所有的项目都可以 是 太好了 所以 只要爱美的人 都可以来 对 麻烦 就是任何 赶快去跟他们联系一下 都可以 说 有 有 dishes 有 有 和 有 有 有